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讲的都得讲 别人不谈的 不是我们不谈 别人不谈政治 我们谈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谈 就看怎么谈 紫月无道义惯之 所有的道理啊 都是连在一块的 您说是不是啊 有一位法国的文学家 在谈美的爱情 是集结了很多的冲突 但是呢 还能够保持忠诚 这才是最好的爱情 仔细地想一想 这个话很有道理 也不失道的观念 不管是爱也好 情也好 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 只不过是小或大 我们从整个世界来看 两个人之间是一个小冲突 整个家庭又是一个大冲突 整个团体也是一个冲突 处处不都是在冲突吗 但是回过头来想想 这不也都是一种爱情的关系吗 重点是 我们怎么能够在任何的冲突之下 还能够继续保持忠诚 而不是当我们受到打击的时候 我们的忠诚度就没有了 学问就是在这儿啊 一个东西大到无限 或是小到无限 都是看不到的 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怕你小又小不下去 大也大不起来 那怎么叫做修呢 就是带着大家 要大就大到无限 要小就小到无限 我说的话 您如果听得懂 就觉得很喜悦了 听不懂 就在那儿发愣了 只要是你感觉到喜悦 处处都在成长 当下就可以提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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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